花林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接获勤吃 有贩毒集团趁着暑假期间 以高薪的名义吸收青少年 在花林地区运送毒品从中牟利 而经过了警方调查搜证之后 锁定目标 成功地逮到两名男子 以及一批新兴的毒品 全案经征讯之后 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 将嫌犯移送花林地检署来侦办 男子骑程机车穿梭在花林的大街小巷 座位前还载着一个蜡笔小型铁盒 看似可爱无害 但其实一切只是为了眼人耳目 贩毒集团车着暑假期间 以高薪的名义吸收青少年 在花林地区运送毒品从中牟利 经过警方调查收证后锁定目标 成功逮到两名男子 挤一批新兴毒品 7月4日由刑警大队 征山队扫荡以中贤为首之贩毒集团 共计局犯贤两人到安 搜索三处所 查扣新兴毒品凯他命38包 毛重204.5公克 LV毒咖啡包25包 现金22万2100元 及毒品分装戏具等证物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 移送花林地检署侦办 经过了解刘贤是受雇于中贤以2%分论 替中贤检裁贩毒 两人放案时间不到半年 也没有相关背景 而货源从哪里来 是否有其他嫌疑人设案 警方还要进一步追查 记者 许丽琴 欢联系报道